B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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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像我手上的自己裝比較推進暴力感受的碳板跑鞋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HOLKA的全部跑鞋裡面 分別什麼樣的跑鞋適合你在競賽類型來選擇 或者是你真正是比較入門取向 你想要緩震支撐好一點的跑鞋 市面上的跑鞋這麼多款 分別由緩震支撐推進到碳板跑鞋 大家分別知道這些跑鞋適合什麼樣的跑者 還有你應該要怎麼樣選擇一雙合適自己的跑鞋嗎 那跑鞋其實分得非常多款 像是大家可能比較大眾取向的 會選緩震好一點、支撐性好一點 或者是跑起來非常的輕巧的感覺 那如果比較暴力的人呢 可能會選擇對於配數上比較有幫助的 像我手上的自己一雙比較推進暴力感受的碳板跑鞋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HOLKA的全部跑鞋裡面 分別什麼樣的跑鞋適合你在競賽類型來選用 或者是你真的是比較入門取向 你想要緩震、支撐好一點的跑鞋 該怎麼樣選擇 像我手上這雙跑鞋呢 是HOLKA叫Rocky X2 那它比較高級的地方是它全掌的中底 都是搭配這個P8的中底 所以在這個科技的材質來說 推進感受是比較Q彈明顯的 那一樣有搭載了這個碳板在鞋舌中間 算是三明治類型的夾層把它夾在中間 所以如果選擇比較頂級的跑鞋 想要來幫助比賽的話 Rocky X2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對於剛剛那種跑鞋或許有點太進階了 如果在一般跑者選用上 可能不一定這麼合適的話 我手上這雙HOLKA的馬赫X就是比較適合 我覺得大眾取向 你可能平常需求是要訓練穿著 比賽也要穿著的這樣萬用跑鞋的話 我覺得這雙馬赫X是滿適合推薦給大家 那原因是它的中底材質呢 一個是使用EVA 一個是使用PIVA 所以兩者中和的跑鞋 跑起來的感受不會過度暴力 那還有搭載了這個尼龍的推進板 整體的感受上 沒有剛剛Rocky X2 那麼暴力難以駕馭 所以滿適合一般人來選用 接下來我腳上穿的是這雙CLIPTON 9 我們來試一下它跑起來的感覺如何 Let's go 那如果你只有買一雙跑鞋的預算 我就會滿推薦你可以考慮這雙CLIPTON第九代 那這雙跑鞋其實在一整年的跑鞋評測下來 算是一雙口碑很好的跑鞋 它算是比較全能類型的 那落腳的感受或推進感受 都是比較溫溫循循的 不會過度暴力 但它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緩震啊 這種支撐的感受 所以CLIPTON 9我覺得是一雙 如果你想要找一雙比較全能跑鞋 上班走路 然後還有下班去跑步訓練使用的話 我覺得CLIPTON 9是一雙還滿適合選擇跑鞋 那它適合的配速區間 我認為在五分數以內跑起來 就有點力量不見的感覺 但如果你跑五分數到七分數 我覺得它是滿適合駕馭的一個選擇 前面幾款可能是比較特定對象 例如說你是比較追求競速 或是比較一般跑者來選用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兩款呢 我覺得算是另外一個取向也是滿多TA 有這樣需求的就是比較緩震類型 跟比較支撐類型的跑鞋 那我手上這雙呢 是HOKA的Gaviota第五代 那這雙跑鞋比較特色的地方 第一個可以看到 從正上方往下看 它整體的寬度啊 相對於我們前幾裝介紹的寬度來說 其實是比較寬的 那這樣也意味著它在落腳的感受上 它左右的支撐會是比較穩定的狀態 不會有過度可能 因為斜側兩邊的這個牆壁比較矮 比較容易塌陷出去 或一些容易扭到腳的可能 第二個是其實它在這個中底的材質上 搭載了一個叫H-frame的這個穩定系統 那有點像是大家可以想像上一艘船 下面是不是在兩側最高的地方 其實是比較寬的 它比較不會在海上 因為有海浪啊或什麼 有翻船的可能性 那其實同理翻在鞋子上也是一樣 它把兩側加高的這種狀態 在落地穩定之後 你在左右顛撲的這種狀態 就不會有過度塌陷的可能 所以它是比較追求穩定的一雙跑鞋 那第二個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它在鞋舌的這個位置 跟腳跟的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開口 其實是相對起來 是稍微窄一點點 我拿這雙Captain來說來說比較 大家可以看 其實鞋口的這個大小 開口大小就不太一樣 那也意味著就是這雙Captain 其實在包覆性的感受上 你會覺得鞋跟這個腳背的位置啊 是整個被穩穩的包在鞋子裡面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二個 在這雙緩正型跑鞋 可以提升你穩定程度的感受 體感上的一個很有效的設計 那它的大底部分 也在一些長長落腳的這些點上啊 有加一些橡膠大底 來做一個耐磨跟止滑的這個設定 那在鞋舌部分 它就只有單側做一個穩定的固定 那布面的話是工程網布 整體我覺得穿起來的跑步的腳感啊 會在落地的感受上 如果是1到10分 10是最軟 1是最硬的話 我覺得它的感受大概是比較沒有這麼軟 真的軟到塌陷下去的這種愧縮感 但它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那種QQ溫溫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落腳感受 如果10是最軟的話 它大概是6到7分左右而已 不是到非常軟Q的那種腳感 但它可以在這樣的設定 EBA的中底材質上 落腳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好像趴先一點點就會被撐回來 不會有那種過度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我覺得這個設定對於需要緩震 可能像是比較體重大的跑者 或是跑肢沒那麼正確的跑者的話 是一個還滿好的鞋子設定 對於它的跑肢保護性上來講 在關節的這個承受壓力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分擔 欸真的很不一樣耶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腳上的這雙HOKA的Arahi D7代 也是它們最新推出的這個穩定支撐性的鞋款 我們來跑看看它的腳感如何 出發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近年來比較 我覺得串奇的一個設定 也就是支撐型鞋款 那我手上這雙是HOKA在今年1月1號 最新最新推出的這雙 也就是Arahi D7代 那這雙跑鞋呢 跟前面幾款介紹的調性可能有些重疊 但我覺得比較有特色比較不同的地方 是它在內側有加了一個比較支撐穩定的系統 在HOKA他們家叫J-Bread 我覺得這個穩定支撐的系統 在實際跑起來的感受可以 第一個很明確的就是你的足弓內側 是有一個東西一直在這邊頂著你的感覺 所以你在跑步的動作上 你就比較難做到落腳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微微往內塌陷的這種狀態 有些可能是肌力比較不足 或是落腳的步態沒那麼準確的人 你隨時去看跑步的位置 他會看到這邊可能是缺一塊 腳都是有點內傾的 那這個長期下來 其實對於膝關節的狀態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穿這樣的跑鞋 就可以帶給你比較好的穩定的保護效果 那實際我剛剛在跑起來的感受 其實他一樣是搭載了EBA的中底 但他跟剛剛的Gaviota第五代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他的腳感其實是比較硬派的 剛剛那雙我們Q軟程度大概是六分左右 這雙程度大概只有四分左右 那潰縮的感覺也沒有剛剛那麼明顯 但你可以感覺到很安定的 給你一直持續有支撐頂住你內側的感覺 那在鞋面的部分上 一樣是搭載了像這樣的透氣網孔 那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得出來 比剛剛的Gaviota稍微寬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雙要稍微綁緊一點 會讓你的腳踝不會有那種不穩定的感受 但其實你可以看到足弓的後側 他還是有稍微往內包進來 所以你還是可以讓足跟在後側 是有被穩穩咬住的感覺 那整體在跑起來的感受 我覺得他因為比較扎實 所以你在帶速度的感覺上 其實是比Gaviota速度可以再稍微往上提升一點 剛剛如果那雙適合駕馭區間 可能在五分半到七分之間 那如果以Gaviota是比較Q軟的感受 配速稍微慢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雙的平均配速 可以稍微再往上拉一點 他可能在四分半 我覺得稍微速度還算是可以 但是你再快可能就會覺得這雙跑鞋 有點稍微笨重感比較明顯一點 但如果你說把速度拉慢一點 我覺得他還是可以帶給你很好的穩定效果 所以這雙跑鞋的駕馭區間 可能會比剛剛的Gaviota再稍微廣一點點 速度可以稍微再帶快一點 在中底的這個感覺上 不會過度Q軟 讓你塌陷太多 有點速度不見的感覺 OK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已經換好一身裝備了 我們現在人呢 位在於HOKA的旗艦店 那這個旗艦店位於中校的東路 跟大安路口的交叉處 這間店呢 雖然是目前應該是HOKA所有店點裡面 品項最齊全的 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間店有什麼必逛的地方 OK 第一次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前面也帶到了 就是AWAHI 第七代 那這雙跑鞋其實在今年1月1號才剛上市 也跟這些門司是一起開幕才上市 那這雙跑鞋的特色前面已經講過 但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下 這雙跑鞋非常適合低足弓或扁平座的跑者來選用 因為它整體呢是非常輕量 不會有那種以往你可能覺得 支撐型鞋款就是很笨重 這樣的錯覺 它跑起來在怠速方面是很好 就可以把速度帶起來 所以蠻推薦如果你是低足弓或扁平座的跑者 可以選用AWAHI 7來使用 那剛剛介紹完支撐型鞋款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緩震型鞋款 我手上這雙就是GABILOTA 那其實GABILOTA第五代呢 比較特色的地方是整體的鞋內空間是比較寬敞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可能體重比較大的跑者 然後想要緩震感覺好一點的話 選GABILOTA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搭載有這個Edge Frame的穩定系統 所以足弓兩側可以給你很好的這種穩定效果 那如果想要選擇一雙比較穩定型的跑鞋 那GABILOTA的五代會是非常好選擇 這間店還有一個很特色 就是它可以幫你做一個鞋側 那這個鞋側呢是可以幫你 側出你的3D腳的形狀 然後推薦你適合的鞋款 你有可能是低足弓 你有可能是一般足弓 或是扁平足 它會依照你的需求 推薦給你適合的款式 我們來試一下 我的腳出來了 我的兩腳長度其實蠻標準的 256 257 而是正常足弓 所以足弓的位置 好 我們就選競速 哇 它總共出來的三雙 有馬赫5 98% 還有CLO 87% 還有Rocket X2 那我身後這面牆呢 也就是它們越野跑的選擇 其實鞋款非常多種 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我第一次看到 HOKAI也出了像這樣的 多功能背包耶 而且前面也是有點像背心形式的 接下來我們往前 看到這邊 也就是競速類型的鞋牆了 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雙也是 我覺得HOKAI的一代鞋繩 馬赫5 那這雙跑鞋呢 也是非常全的 而且很輕量的 整體跑起來的感受 其實是非常舒適的 這也是我認為 我在2022年評選 我就會年度當中最好的跑鞋 但提醒一下 馬赫6快上市了 那如果覺得馬赫5 不夠暴力的話 像馬赫X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像我們剛剛有介紹到 它是兩種不一樣的 中底組成的一雙跑鞋 而且搭載了這個P-Bus推進版 所以整體跑起來的感受啊 會是比較Q軟 但是又可以帶給你一定程度的推進效果 如果你是剛開始在跑步的跑者 想找一雙 訓練也可以使用 比賽也可以使用的話 馬赫X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如果真的還不夠用 沒關係 我們還有這個 搭載了前後都是P-Bus的這個中底材質 然後搭載了一樣 碳板的推進系統 就是Rocket X2 最暴力的選擇 選它就沒錯了 這邊還有一個很特色 就是你可以借用這邊的鞋款 然後直接上跑步機來試穿體驗 我現在腳上穿的這張是C-Long 就是比較適合輕薄 然後在場地使用的 跑起來腳感還滿好的 環震跑鞋絕對不能忘記 就是HOKA的BONDAI 8 這張跑鞋也是非常緩震的代表 如果想要找緩震跑鞋 BONDAI 8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順便就是HOKA家的登山系列 那登山系列也是HOKA家的強項 很多登山愛好者 其實都會選用他們家的跑鞋 那可以看到他們登山鞋 其實有低桶高桶 而且有各種顏色 真的是非常華麗 如果你想要單工的話 不要擔心 他們還有搭載這種推進版的登山鞋 可以讓你選用 我身後這邊也就是HOKA的LIFESTYLE 那其實日常穿搭也是他們非常強的一個系列 像我手上的這一雙 也是我這次去沖繩四天三夜 選用的一個日常穿搭鞋 它叫TRANSPORT 也是最新上市的 那這雙鞋比較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鞋面啊 其實是有防潑水的材質 那在大底的部分也有 稍微有點加厚的顆粒 當然沒有登山這麼大顆粒 但它其實在日常 抓地表現其實是很好的 重點是它整體的鞋子非常輕 而且中底的材質 踩起來是非常舒適 我每天只有兩萬步 完全沒感覺 最喜歡的就是它這個特技了 它這個地方是有一個懶人的鞋帶設計 雖然它還是有送你一條 但我自己用這個就非常方便 非常推薦如果你找日常穿搭鞋的話 TRANSPORT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OK 那以上就是幫大家開箱的HOLKA 算是全系列選鞋的一個指南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現在人呢 位於就是HOLKA的旗艦店的門市 就是在忠孝東路跟大安路的這個交叉路口 大家如果對於HOLKA的選擇 有非常大的選擇戰的話 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這間店 畢竟它什麼東西的品項都是最齊全的 好啦我是HOLKA的教練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跟我留言分享 HOLKA的跑鞋哪一艘是你最喜歡的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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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